为什么,78%的人在面对未知时会惊慌失措? 阿布德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阿布德的夜晚和其他夜晚一样,宁静却又令人不安 午夜钟声敲响时,一阵寒风席卷了这座豪宅 突然,他听到走廊里传来脚步声 他心跳加速,冲向声援,却只发现了一幅古老布满灰尘的肖像 那双眼睛似乎在盯着他 恐惧和好奇心的驱使下 阿布德想起了祖父关于这座豪宅秘密的神秘警告 他知道,这个夜晚将是决定性的 他紧握着手电筒,向更深处探索 在阁楼里,他发现了一线通往地下密室的暗门 进入密室后,阿布德找到了皆是家族黑暗历史的古老文献 就在他开始拼凑出一切时,一个shadowy figure从黑暗中浮现 阿布德的心狂跳不止,紧张气氛不断攀升 他意识到,要揭开全部真相 就必须直面这个神秘的威胁 他能否找到他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还是会被豪宅的秘密吞噬 请继续关注,揭开谜团,找出答案